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曾国是一个史书上没有记者的国家 其镍石边中就有199个联独名文 青铜面具 青铜神术 大利人 黄金权杖 来自古蜀国的文明大放异彩 这一系列的祭祀器物 它们应该都是位于它们应该在的第一现场 历经岁月 中华民族书写的灿烂文明 究竟为何一直延续 敬请收看考古公开课特别节目 百年考古大发现 第六集 风雅送歌 中华民族书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华文明远远流长 切磋琢磨考古论金 各位观众 大家好 这里是考古公开课系列节目 百年考古大发现 我是陈志峰 今天来到现场的是我们节目组 面向社会招募的热爱考古的朋友们 欢迎你们 自古以来啊 我们中华民族就非常注重自己民族的历史 但是面对文字资料的不断失传 孔子也曾感叹文献不足 两千多年后啊 孔父子的遗憾得到了一定的弥补 因为我们有了考古学 上书周礼 紫月诗云 文献中的上古历史在地层中逐渐地清晰起来 我们用考古学这本无字地书来不断完善我们的历史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今天的我们是幸运的 那么考古学家们究竟找到了什么 又验证了什么历史 今天呢 我们就请出我们的点评嘉宾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张昌平教授 我们掌声欢迎张老师上场 欢迎张老师 您好 您好 张老师您看刚才我们说了 孔子也曾经感叹 说这个夏商两朝的文献失传 我们上期节目呢也做了 就是殷虚 殷虚考古发掘 可以说我们今天呢 看到了孔子不曾看到的大义商 对 武王伐商建立周朝 中国历史进入西周 这是历史教科书的表达 我们很想知道的是啊 这个考古界是怎么描述商周两朝的呢 从我们考古学的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主要面对的是物质文化 那么物质文化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 对于商周这两朝来说 对应的是中国的青铜时代 也就是以青铜器为突出物质文化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大家一定见识过像四母物大航顶的这样的 非常辉煌的这种青铜文化 商周时代可以说是一个青铜器很发达的时代 那么这个青铜器在当时主要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按照文献记载说 当时的社会上层所谓的国之大事 在是与融 是就是祭祀的这样的一个意思 它的整个社会的礼仪形态的一个表达 核心的东西就是在这个是上面 是的意思就是要通过考古学文化 我们所反映的是一种物化的一种礼仪的这种制度 形成了一个礼仪社会等级化的这样一个礼仪社会的这个过程 所以今天我推荐的关键词 请看大屏幕 风雅颂歌 风雅颂歌 您得给我们解释一下 我们刚才讲到啊 商周时期相当于是中国的青铜时代 那么整个的在不同的地区 它呈现出一个不同的一个特色 还包括了不同的社会层次 所以这样的理智的层次 社会的层次 我觉得这印证了我们诗经的一个场景 就是有风雅颂 这样的一个颂歌的一个情形 那您今天给我们推荐的第一个项目是什么呢 百年考古大发现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是 周园遗址 周园遗址位于今天的陕西省宝基市 浮丰奇山一带 1976年 我国正式对周园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 从此揭开了一个属于周人的时代面貌 气形巨大 形状饱满圆润的大鱼顶 镌刻着长文的茅宫顶 记载着最早的中国的河村 在宝基一带接连出现的青铜铸器 昭示着周时期青铜文明的大繁荣 沉埋着数量庞大的青铜器和青铜教藏 分布规律的建筑机制 等极分明的远古穆丧告诉我们 周园正是古宫胆赋所迁之旗 周人灭伤后 依靠着一套特殊的法则 一改殷商之风 开启了昌盛的果运 那么这套法则从何而来 在周王朝又是如何运行的呢 作为周文化的发想地 周园遗址或许能为我们揭晓答案 好 现在让我们请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 宋江宁老师 请宋老师为我们讲述周园遗址 欢迎宋老师 大家好 我是宋江宁 我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周园遗址的这个考古工作呢 到明年就80年了 我们到底对周园遗址 做了哪些研究呢 对我们了解周园的历史 到底有什么样的贡献 周园遗址 对周园的历史有多重要 我认为太重要了 周园呢 在周园历史的地位 就相当于我们党的延安 灭伤之前 最后一个句点 非常重要 在这个地方制定各种各样的 大政方针的 在我们的历史的早期 大家都知道 遥顺宇的时候 所谓的古代的君主 她是要寻守天下的 这个传统实际上呢 一直在西周的时候 还在延续 西周有三个渡城 最短的周园 其次的缝号 接下来的成统 这是我们讲这个周园 它的重要性 周园 周字怎么来的 园字怎么来的 这个缘呢 是一种地貌单元 它这个缘呢 我们现在写成平原的缘 实际上它不是平原的缘 如果在地质学上的话呢 它是体土旁 加一个平原的缘 它是有一定的坡度的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 有名的李商隐的诗歌 《向晚亦不是驱车登库缘》 还有呢 有名的陈忠师的白鹿缘 其实都是这种缘 这种缘对考古学来讲 至关重要 最早期的人类 最适宜居住的地方 就是这种有坡度的缘 文言中讲过 周园无物 锦图如頤 说这个地方 土地特别肥物 然后这个物产非常丰富 就是在别的地方呢 吃起来很苦的菜 就不能吃的菜 在这个地方都是甜的 这就是我们周园 它自身 自然条件的一个优越性 那么这个周字怎么来的呢 它跟周人有关系吗 历史学家给出的解释是 先有了周园这个地名 然后周人过来的时候 我也叫周人吧 考古学家呢 给出了另外一个答案 通过研究发现 在阴墟的甲骨里面 出现了周族这样的字样 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去推测 说周人这个名字 周族这个名字早都有了 很可能是他来到了这个园之后 说这个地方叫周园 我们是怎么基于自己的研究成果 来界定周园 我们又是怎么找到这个周园呢 基于我们的发现 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 史念海先生 他呢 画定了两个周园 一个是这个广义的周园 就是大家看 我们这张图里边的 这个白色的虚线 里面画的这个范围 它就是卫河北岸的园 我们现在叫黄土台园 这是一个大周园的概念 那么小的周园呢 大家可以看到那奇异两个字 这个奇异就是我们要讲的周园遗址 1942年的时候呢 中央研究院的这个历史语言研究所 石章如先生 他首次来到的周园 然后呢 他做了第一次的调查和记录 经过这79年的一次一次的发掘 我们逐渐就确定了 说原来周园就在这个地方 或者说奇异就在这个地方 周园遗址既然这么重要 他为什么多少年来不为人所知呢 我们还需要再去找他呢 因为自然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个地方逐渐被废弃了 但是呢 非常幸运的是 自西汉起 一直到现在 周园遗址不断有 青铜器出土 而且呢 文献中也有记载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 著名的文学家 欧阳修 欧阳修是一位伟大的考古学家 欧阳修是我们的祖师爷 你知道吗 他要研究历史 结果那个时候恰好出现了一批 从地里不断出土的 或者流传下来的 铜器和石刻 然后他就用这些资料 来研究历史 所以啊 他还真可以算作 我们的祖师爷之一了 但是呢 出土青铜器啊 最多 时间最集中的 是在清末和明初这个阶段 我们来介绍一件 晚清时期的四大国宝 我们可以看看这一件 这件顶非常大 对不对 好像造型也比较简单 是不是 比较温和 这就是我们周礼的表现 这就是我们周文化的特点 我们不会那么宁丽 不会那么咄咄逼人 这就是著名的毛宫顶 四大国宝之一的毛宫顶 这个顶呢 至周宣王时期的 就是西周的倒数第二个王 就是烽火系诸侯的 渔王的爸爸 那么里头呢 有497个字 就到目前为止 都是名文最长的一个铜器 我们还有另外一件 左手的这个顶 这个顶呢 有两个点 我先给大家说 第一个点 它叫善夫客 就是它的主人叫客 这个善夫呢 善就是我们吃饭 用善的善 夫呢 就是这个农夫呀 渔夫的夫 善夫是一个官职 这个职务是负责 周王的饮食的 第二个点呢 大家看 这个顶其实很大呀 我们不相信一个管造的 能做起这么大的顶 而且在当时那种 等级观念下 它能高到什么级别 它是不配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个善夫呀 它可能是晋臣 它有很大的权力 所以它有第二件事 周王曾经派他 去视察 成周八十 然后派他去视察 这个军事力量去 大家就知道 他可不是管造的了吗 他可能副业才是管造的 我们先看看这个墙盘 其实呢 这个发现也是有偶然性的 也是老百姓 在取土的时候呢 发现这个 但是大家觉悟很高 知道高队常见在那个地方 所以立刻就报告了高队 所以非常感谢这个群众 这个盘呢 大家觉着有什么好的 好当然是很好了嘛 但是好在哪呢 它里面这个名文里头呢 我们讲它的这个 左手这个下篇 商灭亡后 好多商的贵族 就被迁到在周亚了 那么他们家的祖宗呢 可能是商王咒 那哥哥叫威子起 可能是威子这一只的 所以他们家家族呢 是威 我们也把它叫威氏家族 他的高祖啊 来到了这个周园 周公就给他安排了一块地 让我们大家住在这 就世世代代到他这一代 一直在王室里面做史官 历史的史 这是最早的史官 文献中记载的 最早的史官的家族 当然这也是 中国第一个完整的家族实习 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第二个店呢 我们第一次见到了 系统的周王的时期 因为这个 强这个人呢 他只活到了这个 公王时期 所以他的上一篇里面 记周王的时候是 文王 武王 成王 康王 昭王 穆王 公王 就这样记下 记得周的七代王 接下来呢 终于大牌登场了 周园为什么是都城 我们总希望 有点王的东西嘛 对吧 这就是一个周王的东西 这个周王呢 也是非常有名的 但是他的有名 不是因为他的好 是因为他的昏庸 和他的这个糊涂 周立王 他这些青龙剂 其实是真不错的 是西周时期 最大的 最高的 最重的 一件 我们把它叫鬼王 就是他 我刚才讲的这个 大家听了 都是一件一件的 这个同气的故事 但是实际上 我们研究的是 整体的观念 我们就通过 同气的组合 发现了 商周之间的 革命性的变化 比如呢 这是商的同气组合 和周的同气组合 你们觉得 哪个是商的 哪个是周的 大家看左手 中间 下面是两个绝 上面是两个孤 这个右边还放了 两个藤酒的东西 九件东西 六件 就是喝酒的 他如果再不吃 这四件就都摆设了 是不是 然后我们再看看 右边 这群人 全放了这个吃饭的家伙 是不是 好像光想干事 就不想这个娱乐 其实呢 这就是周里的特点 他从重酒的组合 到了重礼的组合 他从迷迷糊糊中 要去寻找神 所以我们轻轻行行的 要做人 接下来我们看看 古宫胆妇 古宫胆妇是文王的爷爷 武王的爸爸的爷爷 所谓的几代雄主的第一位 古宫胆妇 他来到旗下之后呢 他做了些什么 他在这个地方呢 文献中记得很清楚 说百堵星星 一堵墙一堵墙 他建立城市 对吧 我们讲有城墙 这是一个指标 然后呢 他要建宫石 我们在发泄中呢 还发现了一个 可能是那个时候的建材 非常大的空心砖 但是我们现在不能确定 他到底在哪个部位 我们只是想 他应该是建材 还有大量的这个 陶器上刻的这个舟字 我们叫陶温舟 都显示呢 他在这个地方 已经建立了一座城市 就这个舟字 周园呢 在灭伤之后 就迅速地得到了这个发展 所以呢 在西州早期 周园就成了 整个周王朝的疆域内 最大的一个城市 我们有最多的青铜器 我们有最多的大墓 我们有最复杂的水网系统 我们周园这个时期 还是个经济中心 我们建立了 整个西州时期 最大的手工业做坊 最大的制谷做坊 当然制谷做坊 女同志应该感兴趣一点 因为制谷做坊 是为你们服务的 一个是让你们享受的 一个是让你们劳动的 享受就是做簪子 一头牛 可以做70多个簪子 副产品是做真的 你们就好好的干活吧 这是我们对西州 早期的一个介绍 那么到了西州 中期之后呢 这个城市 你们知道扩大了多少倍吗 很难出现的情况 其实在现在城市扩张的狂潮中 都很难见到 一个城市扩了两倍 扩大的这个 两倍的这个范围之内 到底放了些什么呢 出现一个巨大无比的 一个贵族居住区 考古学上讲呢 就十五一寸的话 讲什么 那么多夯土啊 那么多夯土的台子 埋在地底下 被我们发掘出来的 那么巨大的一个夯土 集中的区域 就好像紫禁城两边对吧 都是深宅大院 这么大的一个超级 巨大的一个中心出现了 那么实际上呢 那就告诉我们 周园的地位 其实越来越重要 或者说随着王朝的发展 他自己一直在发展之中 他建立了一套 新的文化和政治秩序 这就是殷州革命 这就是文化中国的诞生 我们知道周公 智旅作业 我们知道后来的儒家 我们知道中国的道统 其实都是从这儿来的 我们为什么到现在 说我们是华夏秘宗族啊 实际上是周给我们建立的 我关于周园遗址的介绍 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 来来来 请坐 请坐 来 请坐 对 谢谢宋老师 非常精彩 非常生动的讲述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周园遗址 所处的这个陕西宝基 被称作青铜器之乡 您讲了很多啊 其实就还有一件 国宝基的文物 我想在这儿呢 也要特别地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吧 这就是合尊 张老师给我们 特别地得讲一讲这个合尊 这个合尊呢 是这些年 我们非常有名的一件 契物 因为它这个 闽纹里边有这个 我们中国这个 词组最早出现的 这个择子中国 合尊这个契物啊 它长方形的一个 筒形的这种契型 其实是 晨曦音序以来的 一个形式 包括它的文章 我们可以看得到 寿灭纹 两个眼睛 盯着寿脚等等 这是晚上以来的 一个传统 但是周人 经常会有 长篇的这个闽纹 这个闽纹 它讲的意思 就是讲到 是周灭伤以后 武王 到筹王 他一直想 把这个都城 统治中心 迁到这个 陈州 也就是现在 洛阳这个地方 所以叫 择资中国 中国这个词 这是在文献里边 我们现在知道 是最早出现的 在这个时候 还不是指一个国家 而是指国之中的 这样的一个概念 现代意义上的 中国这个词 其实是 中国在近代 步入了国际之灵以后 成为一个政治概念 成为中国的 但是最早的源头 是来自这件尊 所以它具有 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们知道 这个孔子 特别推崇周朝 尤其是周理 他曾经说过 我们说 玉玉胡文在 无从周 是吧 张教授 我想问问 就在您看来 周元遗址 考古发现 它最重要的意义 是什么 周元出了大量的 青铜器 而且非常有长篇的闽文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文字 我们可以了解到 传世的那些文献 看不到的 例如说 关于土地的交换 关于一些贸易的情形 等等 包括一些制度性的 这样的一些记载的内容 这是闽文 带给我们的一些 直接的这样的一些内容 周元还有非常多的 青铜器的教堂 这个我们就能观察到 整个的一个 周代社会的 物质文化的这种变化 周代的这种制度性的变化 其实不是出在 商口州之间 比如说我们刚才介绍的 和尊 和尊我们还能看到 是晚上的一个风格 而到了西州中期的 这个时候 周人自己的一套 政治系统就出现了 就是我刚才说的 顶轨之路 用列顶和列轨的 这种一种 数列式的方式 来代表一个社会的等级 比如说九顶八轨 这个时候才慢慢 走向一个陈述 我不知道我们 现场的观众朋友 听了我们这番讲述 两位老师的讲解 有些什么问题 老师您好 刚才您说 周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 是非常深刻 而且深远的 那么 里乐文明中 哪些文化传统 是得以延续至今的 我们更能直接看到 这样的一些传统 在我们当代社会的 比如说我们 祭祖的时候 在你们家的桌子上 也会摆出碗 里面装上饭 酒杯子里面装上酒 这是一种以器皿来代表一种 对古人的一个进现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个其实就是和我们古代的 这样的一个理智的一个 直接的可以说是一个延续 而为什么是装着饭和酒 这个饮食的系统 又是我们中国文化 大大的区别于西方文化的一个 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们讲到民以食为天 其实是我最近 这个几位特别深刻的一个事 就是在这个新冠疫情爆发期间 这个我们国家采取的政策是什么 每一个老人都要保 教导这个概念 我想所有在座的诸位 都能够理解 对我来讲 怎么可能不救老人呢 孟子讲过 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幼无幼以及人之幼 我们这次的重点是什么 不就是老人和孩子吗 我觉得这是我们最核心的价值 这就是从州里传下来的 我愿意 我最愿意讲的 州里的这种核心吧 好 欢迎回来 张老师 这个我记得在我上学的时候 历史教科书上就专门就学过 说这个西州时期 有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制度 叫分封制 我们现在其实还在说一个词 叫封建 封建 对 这应该说就源于西州的这个 封邦建国 封邦建国 是吧 那么这个刚才介绍的这个周元遗址 应该说是周王室的核心地区 是的 除了这个核心区以外 它还有没有分封一些诸侯国 对 其实在晚上的时候就已经有开始这样的一个分封地方的这种国家 但是真正系统性的 政策性的这种 起到这样的一个分封来去拱卫中央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这是在西州的时候开始 那么我们在考古里边发现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分封以后的形成的诸侯国 有许多可以和传世的文献可以对应得上 也有很多是我们考古的新发现 接下来百年考古大发现 我推荐的是 尊国末地 1978年在湖北隋州出土了一套大型礼乐重器编钟 这套编钟高于两米长于七米 全套共六十五件钟 分三层八组悬挂在六制钟架上 整体造型济世辉弘 经考古证实 这套令人叹为观止的编钟 正是曾侯以编钟 然而令人疑惑的是 曾侯以从哪里来 曾国又在哪里 曾国的史风从什么时候开始 又是什么时候灭亡 考古工作者翻遍点击史料 也未见曾国的痕迹 曾国在传世文献中几乎没有记载 但是种种考古发现却在证实 曾国显然是一个周代基姓诸侯国 那么为什么在史书中记载的 随国地域不见随气 却频出曾气 这个被享有地下音乐殿堂 美誉的曾侯以目揭开的 尘封了两千多年的曾国 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历史真相呢 好 现在让我们请上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 郭长江研究员 请郭老师为我们讲述 曾国目的 掌声欢迎 大家好 我是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 郭长江 在我讲述之前 我想请大家 先一起听一段声音 听完刚刚的声音 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受 是不是和我一样 无法相信 这是源自于两千多年前的 来自曾侯以编钟的声音 那么我相信 在接下来探索曾国考古历程中 大家对这种震撼 会有更精确的体会 说起曾国 可能大家会有一种陌生 什么时候又有一个曾国呢 在这里我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 曾国在哪 大家可以看这张图 首先从南洋盆地 到江汉平原 经过襄阳 早阳 隋州 安路 这有个狭长的通道 上面是铜百山 下面是大红山 这条狭长的通道 便是我们经常说的 随着走廊 我们可以看到 西州早期的曾国 便立过于此 那么我们考古人 是如何还原曾国呢 这还要立足于 发现的 写着曾口墓地 第一次通过考古发现曾国 是在1966年 湖北金山苏家楼墓地 发现了 曾口中指游富 铜器群 这个铜器群 我们目前看到的是 九个顶 其实它远远不止九个顶 还有八个轨 九顶八轨的 同离器组合 它是春秋四季 最完善等级最高的 诸侯国 国居墓长的 离器组合 因为这九个顶 有的有名文 有的没有名文 大家对这一组铜器 是否是真猴 还有疑问 接着就来到了1978年 随着雷古墓 最后一幕的发掘 就是在这张图上 我们看到出土了 曾口一边中 曾口一幕的发掘 掀起了研究 曾国历史的高潮 以平均间提出了 曾水之谜 并认为 曾国和水果 是一个国家 那么怎么探索 曾水之谜呢 首先 关于曾国的史料 我们查了 又说过 因为没有记载 关于水果的呢 只有寥寥说笔 其中在公元前640年这一年 楚水发生了一场大战 水果大败 大败之后 水果成了 楚国的辅寻国 公元前506年 吴国和楚国 有一场大战 楚国战败 而楚张王战败之后 逃亡了水果 随后庇佑了楚王 所以这个事件 得到了记录下来 在2001年 我们在梁家老坟楚墓里面 发现了这件阁 这件阁 上面有名文 叫曾侯泽 也宣示着曾侯泽 在曾侯世系里 有一席之地 时间我们来到了1994年 在隋州异地港 东洪游库 我们发现了三座墓障 其中在M3里面 我们发现了这件顶 这件顶的话 上面有名文 叫曾侯月 而这个墓主人是谁呢 墓主人身份是一个 曾国女子 曾冲琪 根据春秋晚期 这个时期 同性不婚的习俗 一般而言 曾国的女子 都是不会葬在 曾国的墓地里 而这个女子 葬在了曾国墓地 说明这个女子 在还未出嫁的年龄 已经去世了 我们推测 曾中纪很可能就是 曾侯月的第二个女儿 时间我们又来到了 2002年到2003年 在早阳国家庙墓地 我们发掘了西州晚期到 春秋早期的曾侯墓 其中我们采集了这一点 曾侯阳摆的格子 在后续的发掘中 我们又发现了曾侯阳摆的这个墓障 2009年的时候 隋州异地港文宏塔墓地 发现了曾侯宇墓 其实最重要的 还是曾侯宇的编中名文 名文记录有 古楚大战 这一事件呢 刚好和我们左传里面 刚刚看到的 记载了公元前506年 王奔隋这个事件 相互对应 刚好也为曾隋之谜 提供了一个例证 时间回到了2011年和2013年 亦然三墓地经过两次发掘 我们首先来看 曾侯剑的一个墓障 曾侯剑是整个 亦然三墓地里面 发现最早的一个曾侯 我们可以看到 在他出土器物上 包括明文里面 我们不难发现 他的身份都是曾侯剑 墓主人身份比较明确 那第二个曾侯是谁呢 是曾侯白生 在中国700年的历史里面 很多曾侯也好 贵族也好 都会给自己的妻子做器 甚至把自己的器物 放在自己妻子的墓障里面 这个白生 就是为自己妻子做器的 曾侯第一代曾侯 下面我们要说到 曾侯康的墓障 我们看到的 琳琅满目的 在二层台上摆放的 全是铜器 而且我们在那个器物上 有明确的名文 曾侯康 这一个目的发掘 首先解决了一个 曾侯的一个死风问题 让我们认识到了 曾侯原来立国是在西州早期 叶利达山的发现 也就是把曾侯的历史 往前推进了几百年 但是有学者在质疑 你这个西州早期的曾侯 是不是急性呢 和后面我们所说的曾侯 西州晚期 到战国中期的曾侯 是不是一个国家呢 我们看名文 上面也说 抗桌烈烤南宫 抗为南宫做了这一套器物 南宫是谁 南宫就是西州早期的 文王室有之一的南宫 所以说这个器物出土 直接证明了 它都属于急性真侯 2012年 这一年来我们发现了 文宫堂的问题 最主要的发现 我们来看 曾侯丙 曾侯丙是首次在江汉地区 发现亚子型目的 其实说起曾侯丙 兴许会有人问 你有曾侯乙 有曾侯丙 会不会有曾侯甲呢 相对于考古而言 你在没有挖到之前 你永远不会说无 这还有待于我们下一步的 曾侯考古发现 当然文宫堂目的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发现 这个发现就是我们 首次通过考古发现了 带随子名闻的随大司马 家有之行格 这一个格的发现 是出土于曾生哨的墓葬里面 一个带随子名闻的同气 出土在曾侯墓葬里面 是不是在暗示着我们说 曾随是一家呀 时间我们来到了2018年到19年 随着早树林得到全面发掘 我们看这个是曾侯丘的墓葬 大家可以看到这两边有器武 中间是空的 为什么是空的 明显是被盗了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被盗的部分 我们还是能捡到了 有顶的残片 据说除了这五件完整的顶之外 我们还发现了有顶的残片 证明这个墓的话 一般所障都是极硕 至少证明它是一个 七顶墓的一个存在 而且有意思的是 我们在盗洞里发现了什么 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陶斗 一个春秋时期的墓葬 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陶斗 说明了什么问题 说明了这个墓 在战国时期 战国晚期被盗过 这一个墓葬也是我们 整个早树林墓葬 时代最早的一种墓 也是出土了春秋时期 最完整的一套边中 我们能看到的就是 所有的器武几乎都有 曾宫囚这样的名文 也就是说这个墓主人 是曾宫囚无遗 第二组曾侯墓葬 我们来看 这是一组关于曾侯宝 和她的夫人敏家的一个墓 所有的器武 每个上面都有曾侯宝这样的名文 所以她的墓主人身份 也是比较明确的 值得一说的 就是我们曾侯宝的夫人敏家墓 我们可以看到敏家的墓葬 发现了有十九件边中 还有铜斗 这件铜斗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上面的名文写之为 《楚王印随中米家》 我们知道 曾国是一个史书上 没有记载的国家 而米家编中 仅仅是编中 就有一百九十九个 连读名文 在她的银器里面 几乎都有 《楚王印随中米家》 这样的字样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楚王把这一套银器 给了米家 架到了水果 银器就是架桩的意思 米家她嫁妆嫁到了水果 而现实中 她是真侯宝的夫人 这样就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真侯和水果 完整地得到一个诠释 时间我们回到了2014年 水果公安局追缴了一批文物 这批文物大多都是铜器 有部分铜器名文 有真侯石字样 这是一间斧子 这是斧子的盖子 明文就住在斧子盖的内部 我们经过做X光 我们看到明确的真侯石 这是说明什么 还存在一个新的真侯 而且根据这批器物的形式 我们来判断 这个真侯石的年代 应该是在春秋早期晚断 早于真侯球 晚于我们刚才说的真侯杨柏 根据以上的考古资料 我们由16位真侯 组成了真侯四式 最上面的一排 1234是西州早期的真侯 中间的真侯杨柏 是两州之际的一个真侯 什么叫两州之际呢 就是东州和西州交界的位置 叫两州之际 中间的这三行 从真侯终止游富 真侯石 真侯球 真侯宝 真侯德 还有这一个不知失明的真侯 还有真侯雨 真侯哲 真侯月 都是整个春秋时期的真侯 下面是战国时期的两个真侯 我们看到的这个真侯世纪图 它不仅仅是我们 中国考古50多年 最显著最辉煌的考古成果 从西州早期到战国中期 700年的真侯历史 这使真侯呀 成为周代风国中物质文化面貌 最为清晰 最为完整 最为全面的一个祝贺国 所以说千百年来 隐藏在历史长刻中 不为人质的历史 也通过我们几十年 几代真侯考古人 一点一滴 用手铲剥离出来 我们几辈真侯考古人 都追星气息 作为一个真侯考古的 后学晚辈 在此我要向真侯考古人 关心支持真侯考古的 老师前辈 致敬 好 谢谢郭老师 谢谢常常人 谢谢 来来来 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啊 郭老师 他是张长平老师的弟子 是学生 是不是 今天老师在后边坐镇 你觉得在前边 发挥得怎么样 其实别人都说呀 这个上增父子兵 其实那个张老师 坐着我应该是 很镇定 很放松 但是今天我有点忐忑 看到张老师之后 我不免内心也有点紧张 师生同台 这个真的也很难得呀 是吧 张老师我想问问啊 就是对于这个 曾国的考古 他对我们重新认识 我们国家的历史 都有哪些帮助 通过考古 我们来揭示出来 这个曾国 恐怕是 离西州到东州 这个阶段 是唯一的一个 有这么全面的 解释历史 这么一个诸侯国 我们从考古 这个数出来 可以有很多 很突出的发现 你比如说 涉及到周代理治的 那这个第一套 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用顶制度的 九顶最高级别的 第一套这个九顶 是在曾国的1966年的里边 就发现在 塑加龙的发现 其实第二套 是九顶墨 最后一墨 第三套 1980年的 雷古丹二号墨 也就是最后一后辈的 这个墨档 还是在曾国的发现 最早的我们国家的边中 就是大概 西州早就开始出现 那最早的一套 也是在曾国 伊杰山墨里里有发现 所以你看我们这样的 一个小小的一个国家 所揭示出来的 这样的一些 重要的考古现象 让我们应接不下 而且特别重要 那么对于这个 曾国的考古 包括周代诸侯国的 这种考古 我想应该是 还会不断地有新的发现 但是从您的角度来说 您有些什么期待呢 首先对长江这儿的期待 我们现在这个整个的 曾国的考古 可以说接近于 形成一个闭环 从西州早期 到战国重晚期 就是曾国的立国到灭国 中间有一个小小的缺环 就是西州重晚期 看看这个长江过几年 有没有这样的考古发现 老师的期待 长江还需努力啊 是吧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说了半天 我们的观众朋友 可能也有很多问题要提了 老师您好 就是曾侯仪编中 它不仅造型辉弘 而且它音律很完整 我就很好奇 它当时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 现在我们还可以考证 它的制造过程吗 谢谢老师 其实曾侯仪编中 它之所以称为月中 它是有原因的 首先它有科学的配比方案 就是做有合金嘛 还有它就是 比如那个塘膜做的 它分内膜外膜 包括泛心 然后比如举一个简单例子 这有小模型 正好可以拿它说 就这一个永中的出现 其中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由126块来组成的一个 这个曾侯仪编中 它是有五升十二音 130绿 这个就告诉我们 里面它是有科音槽 这个做好之后 首先对科音槽进行打磨 它每个跟每个都不同 每个打磨 它要打磨出哪是高音 哪是低音 就一中创音的一个存在 所以说这个的话 它制作工艺是相当复杂 好 感谢两位老师精彩的解答 请郭老师稍事休息 我们进一段广告 欢迎回来 张教授刚才我们介绍了 这个周天子所在的 这个周园遗址 是吧 还有诸侯国的这个代表 增国墓地 好 张老师 那您接下来要向我们推荐的是哪一个项目 百年考古大发现 我推荐的是 三星堆一只 三星堆一个神秘的名字 三十多年前对它进行的考古发掘就曾经正清世人 被誉为二十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三十多年后 对它启动的新一轮考古发掘 带给我们更大的惊喜 截至目前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出土青铜器近千件 许多器物竟是从未发现过 与已知道中原文明如此不同 三星堆考古新发现 能否解开古蜀国的谜团呢 好 现在让我们欢迎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 冉洪林老师 请阮老师为我们揭秘三星堆 欢迎阮老师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 冉洪林 说起三星堆遗址 最近大家应该都不太陌生 的确是比较热 之所以这么火热 最近三星堆遗址的新发现 的确有很多重量级的文物出土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有这种黄金的金面具 还有鸟形的金饰片 还有就是金铜的方尊 和圆口的圆尊 以及我们可以看到的 豫章和象牙等等 实际上在过去的九十多年间 就是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 和研究一直是在 按部就班的开展着的 那通过这么长时段的 有系统的这个工作和研究呢 目前三星堆遗址的一些 基本情况是比较清楚了 也因此呢我们从2019年 开始呢就开启了 三星堆遗址新一轮的考古工作 实际上是聚焦到古属人 这个人本事上面 他们当时是吃的什么 衣食住行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他们是怎样一个组织结构 他们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层 是怎样一个族群 像这些人就是我们考古学上来 就叫聚乐考古和社会考古 正好呢1986年在三星堆这个地点呢 就抢救性发掘了一号坑和二号坑 当时这两个坑的发掘呢 实际上是非常仓促的 也由此呢遗留下了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 2019年开展的新一轮的工作呢 正好给了我们这么一个机会 让我们去弥补1986年 发掘一号坑和二号坑 所留下的这些遗憾 在正式开展工作之前呢 我们根据一号坑和二号坑的 一个位置关系 然后去推断我们自己 一直坚定存在的第三号坑的位置 就布设了五条探钩 然后这五个探钩的发掘 就从2019年的10月22日正式开启 到11月26日的时候 我们终于在三号探钩的东南角 发现了一个大致成直角转弯的一个遗迹 我们都知道在考古学上 一旦像有这种直角转弯的遗迹呢 一般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当时就在现场就推测 这个坑呢 有可能就是我们一直在苦苦寻找的第三号坑 到12月2日的时候 就终于露出来了第一件青铜器 这个青铜器呢 后来呢在三月底直播的时候 我们提取出来是一件这个大口尊 后来呢 陆陆续续又发现了这个四到八号坑 新发现的这六个坑呢 目前看起来可以分为两个大类 第一类就是三号坑 四号坑和七号坑 以及八号坑 可以看到 那这四个坑呢 跟之前1986年发掘的一号坑和二号坑 就那个粉红色的 比较接近 它们的面积都相对比较大 超过八平方米 然后深度一般是在1.6米以上 里边的埋藏文物 多数是比较大的这种青铜器 浴石器和精器 然后呢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些未经过加工的 原始的象牙 除了这些气候之外呢 在这些一类坑里边 我们还发现有一些 细碎的灰烬和烧土颗粒 第二类坑呢 就是五号坑和六号坑 这两个坑呢 面积非常小 一般呢 不超过五平方米 然后深度是在一米以下 然后里边的埋藏文物呢 都是非常细碎的 六号坑呢 相对来说不太一样 就是那种烧过 但是又原味放到 这个坑里边的这种木箱子 上述所展现出来 这两个类坑的这个不同 可能不太像是 当时古蜀人 无意识的一个行为 更像是有 有意造成的不同 那这种不同呢 很可能就是 性质上的不同 首先来说 这个第一类坑的年代 其中四号坑的测年结果 也就是距今 三千二百年到三千年 属于商代晚期 这几个坑里边的文物 存在着这个跨坑拼接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一件文物 它碎成多件碎片 然后分别埋到 这个不同的坑里边 由此呢 我们就可以确认 这几个坑的年代 大致是同时的 这个八号坑呢 跟其他坑不一样 这个八号坑里边 出土的呢 有大量的烧土颗粒 我们还可以确认 它是属于建筑的墙壁残块 我们都知道 这个一般来说啊 就是正常的祭祀 和比较特殊的 辽祭和悔悟的 这个祭祀习俗 可能他们 那个烧的和毁坏的 都是属于具体的器物 不太可能将这个 属于宗庙祭坛一类的建筑 砸毁 然后进行祭祀 因为我们都知道 宗庙和祭坛 是属于国家的象征 是神神不可侵犯的 这样的话呢 这个八号坑里边 出土的这么多的 红烧土的这些遗存呢 就需要有另外的解释 我们曾经呢 有一种推测 就是这一系列的祭祀器物 它们应该都是位于 它们应该在的第一现场 这个第一现场就是当时的祭祀场所 那么在这个祭祀场所里边 有一个宗庙建筑 然后在这个建筑里边 放置的是这些 用于祭祀的青铜器 玉石器和金器 后来因为某种自然 或者人为的原因 宗庙建筑失火了 房岛屋他将这个房子里边 放置的这些器物砸坏了 那所以古史人就在这个第一现场的旁边 挖了三组六座大的坑 然后将这些被破坏掉的 这个祭祀器物 以及他所在的这些建筑的残块 统统地分别埋到这几个坑里边 总的来说 就是这一批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 与1986年发掘的一号坑和二号坑 都是基本相同的文物 还有一部分是之前从来没有见到过的 是属于新发现的 首先来看三号坑里边发现的 这一件圆口方尊 这件圆口方尊是第一件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同类铜器 之前有过一件传世饼 现藏于台湾省的台北故宫博物院 可以看到两件铜器 无论是它的造型还是它的文饰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唯一的区别在于 三号坑里边出土的这一件圆口方尊 它的肩上加了四只利鸟 那这种加世利鸟的作风 在整个长江流域也是比较长江的 属于长江流域青铜器的共有的特征 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件 就是三号坑里边出土的顶尊贵着人像 这件顶尊贵着人像可以分为两部分 这个下边就是贵着的一个人 然后它的双手是向前托举的 这个形象就感觉像是在敬酒一样 然后它的头上顶着的是一件铜尊 它头上所顶的这件铜尊 在祭祀坑里边出土的铜尊是基本一样的 是一个写实的一件铜尊 顶尊贵坐的这种形象 其实在之前也有过 那一件顶尊贵坐的像 它的尺寸比较小 只有15厘米的高度 而这一件通高是有115厘米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四号坑里边出土的一件玉丛 这看着黑不溜秋的是因为它表面有灰烬 这件玉丛就是整个是一个方体的素面 表面没有任何的文饰 之前在三云堆金沙这两座古蜀国都城里边 都发现有属于两主文化的玉丛 由此可以表明古蜀文明和两主文明之间存在着文化交流 我们再来看一下五号坑里边出土的那一件金面具 这件金面具尽管只是油爆琵琶半遮面 但是它的宽度已经是超过20厘米 整个重量是有280多克 这个重量已经是除了一号坑发现的那件金杖之外的 最重最大的一件金器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件金面具它整个是一个薄片状的 然后整体的形象跟之前一号坑和二号坑发现的铜面具是基本相同的 可以说这件金面具应该是附着在那些铜面具的表面的 我们在这八个祭祀坑里边发现的这些文物是非常贵重的 这些青铜器 玉石器和金器除了在三云堆遗址 金沙遗址 在这两个遗址的其他区域和整个成都平原的其他遗址当中都少有发现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古蜀人他是将仅有的这些铜矿资源和金矿资源 用来铸造成用于祭祀的这些器物 古蜀人他们对于祖先和神灵的这种虔诚的态度 应该只是在中华文明圈里面才会有这种现象 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明确 古蜀文明它是属于中华文明的一份子 那正因为古蜀文明的存在 因为它的特立独行的这么一个风格 也造就了中华文明这么多元一体 布局一格的这种总体的特征 关于三星堆遗址的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阮老师 来来来 谢谢您精彩的讲述 对于三星堆青铜器的来源 这个问题有没有答案呢 它是本地铸造的呢 还是从外地流转来的呢 我想的话这个问题回答有几个方面吧 第一个呢就是通过我们肉眼 可以看到的这些器物的造型来说 你像那些青铜面具 大力人 青铜人头像 神术 神坛 这些在除了三亿堆遗址之外 其他地区没有任何发现 所以说这种器物呢 肯定是在本地铸造的 第二点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铜器里边的这个盲心来来判断 中国呢铸造青铜器多数使用的是饭煮法 多数时候呢这个陶饭它是可以取出来的 但是有些部分呢它是取不出来的 像三亿堆遗址那个神术的树干和树枝里边那些陶饭 那个饭土或者是铸土吧 它都取不掉 那我们现在发掘的时候呢 可能有些破损的地方就能够提取到里边的盲心 哦 那这个盲心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检测分析 如果是本地的土壤 那就更加证实了这些器物是本地铸造的 谢谢您精彩的讲述 我们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见 好 欢迎回来 听完两位老师的点评和讲解 观众朋友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 老师你好 我们知道那个三亿堆遗址出土的人像还有面具 就跟我们就认知中的人或者是中国人吧 的样子不太一样 就是因此就有这么一种说法 说是三星堆文化属于一种外来文明的这种说法 我们理解三星堆的这些面具的时候 经常是把这个面具从一个鞋史的角度去理解 实际上在我们中国古代文化里边 我们一直没有这样的一个鞋史的一个艺术传统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商周青铜器 实际上都没有去非常鞋史地去表达人像 而是用一种抽象的方式 过去无论是在殷虚还是在盘龙城 也都发现有面具这一类的 那都是一种非常抽象地表达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当然我们不排除说三星堆文化受到来自西方 这样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影响 但是并不是说三星堆这种看上去怪 就让我们觉得很怪 就是它并不是一个鞋史的追求 好 非常感谢张昌平老师 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点评 好 也谢谢然老师 谢谢宋老师 郭老师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讲 同时也感谢来到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 谢谢大家 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看到了一个绚丽多彩的青铜时代 从齐命维新的周园遗址 到暮暮惶惶的曾国墓地 再到一醒惊天下的三星堆 考古实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模式 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画卷就镌刻在墙盘的名文里 飘荡在曾侯仪的钟声里 隐藏在三星堆人的笑脸中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考古公开课 下期再见